只是看到一盘端上来的生鲜鸡肉 她便忍不住地呕吐了起来 女人疑惑地跑过来安慰 却被她一把裸进了怀里 随后一边疯狂扯开女人的衣物 一边贪婪地学问她身上的味道 只有这样小玲才能感受到自己还活着 晚上她抱着妻子思来想去难以入眠 因为就在白天 她刚刚结束了一场特殊的仪式 仪式上小玲双手和时爱到极面后 开始为眼前的试着整理妆容 这是一位长相十分清秀的女孩 小玲从上至下轻轻地抚摸 小心翼翼地修整好试着五官 接着将其身上的白布缓缓掀开 撕开女孩手上捆绑的胶带 随后轻轻揉捏着已经僵硬的关节 等到一切预备活动结束后 随着一声法器敲响的声音 小玲熟练地脱掉女孩的衣服 然后盖在她的身体上面 再将里边的白布扯下 开始在所有亲属面前为女孩擦拭身体 虽然这是小玲第一次亲自上阵 但她已经跟着师傅练习了无数次 没想到第一次她就遇见了棘手的问题 擦拭过程中 她突然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随后转头请教自己的师傅 这个女孩竟然拥有男人的下体 师傅顿时明白了什么 她神情凝重地走到亲属面前 由于接下来要给逝者修补妆容 她不知道该化男妆还是女妆 原来这个清秀的女孩生前竟是男儿身 因为受不了旁人的冷眼才选择自尽 一旁的母亲不禁责备丈夫 如果当初不是他们强烈阻止 或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后果 最终她还是执意给儿子化上女妆 圆了孩子最后的梦想 随后小林认真的为师傅整理好妆容 盖棺之前又放进了一条鲜红的连衣裙 这是她对师傅的尊重 就这样虽然一场严肃且神圣的入联工作顺利完成 但小林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 其实她成为入联师完全是无打无状 起初她也对这个职业级度排斥 可最后却疯狂地陷进其中 甚至还因此改变了她的一生 不久前小林还是乐团中一名初四的大提琴演奏家 为此她靠着贷款买来一把天价大提琴 然而隔天老板就宣布了乐团解散的消息 本以为自己可以靠此闯荡初一番失业 没想到梦想破碎的一天来得如此之快 回到家后她心情沮丧地跟妻子表示自己失业了 并且将贷款买清衣是进行了坦白 尽管妻子听到后一脸的失望 但她还是没有进行埋怨 没有了工作之后小林一度陷入了迷茫 但昂贵的房租与贴心的妻子 担起对生活的希望 这天晚上夫妻二人来到河边散步 小林决定放弃音乐梦想 准备搬到老家寻找机会 同时还可以解约没有必要的开支 临走前她卖掉了自己的大提琴 总是有再多的不舍 但再大提琴被卖出去的那一瞬间 心中反倒是有一种如是重负般的轻松 曾经的梦想不过是为了迎合世俗 而自己究竟喜欢什么 人生的价值应该怎样实现 这个问题一直缠绕在小林的心间 几天后夫妻俩搬进了母亲留下的老房子中 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 小林不禁想起了母亲 小时候父亲因为外语抛弃了母子而人 母亲便独自一人将她拉扯长大 直到两年前母亲去世 在国外读书的小林也没能见上她最后一面 自从搬到这里之后 妻子依旧按时做着早餐 依旧会每天都对小林笑脸相迎 为了不辜负妻子的心意 小林每天都会关注报纸上的招聘广告 然而对于指挥音乐的她来说 找工作实在是难如登天 这天吃饭时 小林意外发现了一则特别的招聘信息 这份工作不限年龄和性别不限专业 并且还有极高的薪资待遇 工作任务上只是写着帮助旅行 在小林看来这只是一家普通的旅游公司 于是她准备好一身帅气的西装 次日便根据地址来到了这家公司 没想到这里地处郊区且是分偏僻 旅行设的房子也只是破旧的红墙绿瓦 除此之外 偌大的房间内只有一个员工 气氛也是异常的冷清 当看到墙边摆放的三口棺材时 小林瞬间想要躲门而出 就在这时老板恰巧推门而入 对方是一位花甲老人 看起来一脸的严肃 出于礼貌 小林还是将自己的简历交给了她 没想到对方似乎对简历不感兴趣 只是盯着小林上下打量了一番 然后直接问到是否可以做全职 小林对此感到疑惑 还没想好怎么回答 老板直接告诉她 面试已经顺利通过 随后便让另一名员工 帮她办理入职手续 小林一头雾水 毕竟薪资待遇还没谈妥 老人听到后直接伸出了五根手指 小林以为是五万 没想到老人却说是五十万 小林听到后整个人愣住了许久 这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沉默许久后 她才反映过来询问工作的内容 然而接下来听到的信息 让她更加震惊 这里根本不是一家旅行社 而是给试着处理后事的入恋行业 原来所谓的旅行 是送死去的人最后一程 小林一时间难以接受这样的工作 外人的疾风与冷眼虽然可以接受 但内心面对死人时的那份煎熬 实在难以忍受 老板很快就猜出了她心中的想法 于是当即拿出了两万块钱表示 如果今天入职 这就是第一天的工资 你可以尝试几天 不合适的话随时可以离职 小林本想拒绝 但双手却不自觉地将钱收下了 就这样在一番欲据欢迎的心态下 她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入职 回家后她给妻子买来了礼物 妻子开心地认为 她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于是便想要进行一番庆祝 然而小林却一直不敢回应妻子的好意 对工作的内容更是无法开口 只能堂塞地说 找到了一份与婚葬有关的工作 没想到妻子听到之后变得更加开心 她误以为丈夫是在婚礼上演奏大提琴 这样不仅能够赚钱 还能继续为梦想奋斗 可是妻子越是高兴 小林的内心就越是愧疚 在她的刻板印象中 入联师是一个根本见不得人的工作 可如今现实就摆在自己面前 次日一大早小林就慌忙地赶到公司报道 由于老板有事外出 她只能先帮着同事大姐打扫墙边的棺果 大姐说这些棺果将会是试着最后的住所 他们的形式各不相同 有的精美有的粗糙 但最终都会在火化炉中变成灰烬 当天下午小林就接到了第一个工作任务 内容是扮演一部宣传片的尸体 需要做的就是躺在地上保持不动 然而就是这样一份躺着赚钱的轻松工作 中途还是发生了一场意外 当雪白的T恤泡沫涂在脸上时 因为笔枪过于敏感 小林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 下一秒她的脸瞬间被锋利地刮到割伤 晚上回家后面对妻子的疑问 她依旧选择了隐瞒 然而在经过几天的摸爬滚打之后 小林认为这份工作或许没有想象中的糟糕 因为几天下来自己并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 但她没有想到一场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这天她终于迎来了一项上门入恋的工作 路上老板给她介绍了相关事宜 小林听到后终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 到了目的地之后一股扑鼻的乐愁突然袭来 这时小林才得知 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一位已经过世两周的独居老人 只见屋内藏影乱飞驱虫如动 她强忍着恶心颤颤巍巍地跟在老板身后 可是刚一进门就踩到了一滩腐烂的屋体 然而这还没完 接下来老板居然让她上前帮忙搬运尸体 小林只能无奈地执行命令 但最后她还是忍不住地呕吐 内心也彻底破防 结束了这项工作之后 小林已是身心俱疲 老板对此感到抱歉 因为第一次就让她遭遇了如此的场面 所以在给了今天的工资之后 便让她提前回家 小林神情恍惚地坐在回家的公车上 似乎还没从刚才的经历中缓过神来 她开始对自己的选择感到犹豫 不确定妻子是否会接受自己的职业 下一秒她突然闻到了自己身上的异味 车上的人也在对这个味道窃窃似语 因此她抓紧时间按下了停车键 随后匆忙赶到一家洗浴中心 这是她发小家里开的店铺 然而此时的她没有心情找发小酗酗酒 二话不说 进到澡堂后就开始反复揉搓身体 恨不得将自己撕下来一层皮 接着又在浴池中泡了整整一个小时 出来之后恰好遇见了曾经的发小 发小想让母亲卖掉澡堂 为自己积攒创业资金 可母亲却表示宁斯也不会让澡堂关门 争吵之际发小发现了一旁的小林 对方又惊又喜 责怪她回老家也不提前告知一声 发小的母亲得知小林是一名大提亲演奏家 就拉着孙女让她和小林一起学习 在人们眼中演奏大提亲是一份高贵的工作 反观入恋师肯定是一份拿不上台面的工作 在小女孩一脸崇拜的眼神中 小林只能尴尬地掩饰一番 至此跌宕起伏的一天终于结束 然而身上的臭味移出 心中的记忆却难忘 深夜小林终于冷静了下来 她开始怀疑这些是不是自己 没有为母亲送行的惩罚 随后她找出自己小时候联系的大提亲 情包中还有一个被质朴包裹着的石头 她尝试着找回儿时的感觉 随着美妙的琴声响起 过往的一幕幕如同走马灯般一一浮现 小时候自己也是在这个地方练琴 父母总会充当着合格的听众 一家三口地生活过得幸福美满 他们会一起去找汤洗澡 一起在安宁的夜晚去河边吹晚风 小林还会和父亲交换彼此捡起的石头 父亲曾经说过在文字还没有出现的时代 人们会用石头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收到石头的人 会根据石头的重量和手感揣摩对方的心意 比如光滑的石头代表着快乐 粗糙的石头代表着关心 那时小林给父亲的是一块小而光滑的石头 父亲送给她的正式情报中那快大而粗糙的石头 记忆中的一切都是如此的清晰 可唯独父亲的脸庞却始终是模糊不清 第二天一早小林没有去上班 而是来到儿时的河边观望许久 看到了两条不断泥流的鲑鱼 但这些鱼随后又会因为筋疲力竭而亡 看到这一幕小林内心不禁感慨 他们最终都会死亡 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 随后一旁的老人回答道 这些鱼儿应该只是想要回到出生地 小林听到后陷入了沉思 世间的物种虽然各不相同 但都摆脱不了最终死亡的归宿 既然死亡是无可避免的事 那是否有必要带个尊严去死呢 自己又是否愿意接受入联师的工作 为他人送上死亡前最后的体面与尊严呢 就在这时老板亲自开车前来接他上班 小林内心有些不情愿 但老板却说这份工作是你的天职 没有办法的小林还是乖乖地上了车 随后两人一路即迟 然而当到达逝者家中时 他们还是迟到了五分钟 尽管两人再三道歉 男主人还是十分的生气 甚至嘲讽他们只是靠着死人吃饭的家伙 老板理解家属的心情并没有与之计较 只是默默地坐在逝者旁边做好准备 小林则在一旁仔细地观摩学习 逝者是一位因病去世的中年女性 老板先将逝者脸上的白布掀开 然后又看了一眼一项上的照片 照片上的女人气色红润 而面前的逝者却显得憔悴不堪 和一向上完全是两个样子 家属们在一旁全都沉默不语 很显然逝者生前为整个家庭操劳了半生 老板仔细地摆正好女人的双手 随后开始为其进行化妆 温柔中夹杂着一种虔诚的肃穆 小林认真的看着老板的每个动作 仿佛他所面对的不是一具尸体 而是一件一书品 他的双手能化腐朽为神奇 每一次擦拭都能让被掩埋的美丽欢发新生 不一会儿老板问起 却迟迟回答不出 最终还是女儿主动拿来了母亲最爱的口红 丈夫的冰冷似乎不是偶然 他在妻子生前并没有给够失足的惯心 当口红涂抹完成后 适者的容颜仿佛如获新生 女儿认出了妈妈生前的模样 于是再也忍不住地痛哭起来 而一旁的丈夫跪坐在一旁不为所动 他不知道实在回想着什么 直到要盖上棺盖的那一刻 他再也抑制不住地失声痛哭 曾经那些与妻子美好的回忆全部涌上心头 他为自己近些年对妻子的冷漠感到愧疚 可如今再怎么懊悔也无济于事 等到一切结束之后 小林与老板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这是男主人追了出来 为之前的态度表达了歉意 并对能够让妻子有尊严的入恋表示感谢 看到这一幕小林心中似乎有了答案 入恋师或许不是一个体面的工作 但却是一份要有人去做的神圣之业 他对这份工作也由起初的厌恶变成了尊重 下班之后小林带着妻子来到澡堂泡澡 在这里他又遇见了白天河边的那位老人 老人说这家澡堂已经有50年的历史 第一次来到这里时 他的年纪与小林差不多 只可惜日月穿梭自己如今已经年迈 他还和小林谈起了澡堂的老板娘 说起他带着黄色沙巾的样子很好看 另一边澡堂的老板娘也和小林的妻子聊了起来 他的老板去世的早 儿子又一直想要卖掉澡堂 但他坚决不同意并决定会做到此为止 随后老板娘话风一转 说小林是一个体贴的孩子 他希望小林的妻子能够体谅他 此时外面已经飘起了雪花 回到家后小林又拿出了父亲给他的石头 白天的男主人一直让他念念不忘 因为自己的父亲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如果之后再见到这个男人 那就一定要好好揍他一顿 之后的时间小林渐渐地接受了这份工作 他明白是如连师父与了试者永恒的美丽 也是他们让整个送别过程充满了爱 尽管生死离别无法避免 但也要用一种人性的方式给予试者尊严 职业认同感与个人价值的双重满足 让小林不再对入恋时感到排斥 摆脱了这种偏见之后 他的生活反倒变得轻松起来 只是在他的内心一直有一个谜团 就是那个多年未见的父亲是否还活着 他一边嘴硬地说着那个男人已经去世 又一边在心里暗自牵挂 这天傍晚小林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让他抓紧时间赶到一处人家为试者入恋 小林只好赶紧收拾东西离开 然而此时的妻子并没有睡着 他察觉到了丈夫的不对劲但并没有揭穿他 因为小林的老家是个很小的镇子 有关他工作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 这天他在路上遇见了发小 然而发小却像躲温神一般刻意避开他 并且让他抓紧换一份工作 即便他自己不觉得晦气 也要为身边的人考虑考虑 回到家后妻子也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他完全不理解丈夫的所作所为 并且一改昔日恩爱的态度 让小林尽快辞掉这份见不得人的工作 此时的小林好不容易接受了这个职业 所以他最终还是拒绝了妻子的请求 妻子得知他的态度之后 当场表示要回娘家 等他辞职之后才会回来 小林听到后想要阻拦 可妻子却尖叫着吼道 不要用你的脏身体碰我 小林顿时愣在了原地 妻子的话犹如利刃一般 静止插进了他的内心 最终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离他而去 妻子离开之后 小林开始思考这份工作的意义 但也只能带着五味杂臣的心情继续下去 这天他要亲手为一名红发女孩整理妆容 女孩生前是个叛逆少女 因整天跟着几个不良少年归婚而死 在入恋一世上 父亲没能压制住怒火 将那几个不良少年辱骂一番 甚至还拿小林的工作当成反面教材 小林不明白自己只是来工作的 却平白无故地成为了负面的榜样 这样的嘲讽 比明面上的责骂还要同心 之前不管是朋友的不理解 亦或是妻子的不接受 她始终没有丧失对入恋工作的信心 然而这一次的打击让她的内心突然产生了动摇 没想到就连在世者家属的眼中 自己从事的也只是敌人一等的工作 事后小林失魂落魄地来到公司 她想跟老板提交辞职 但老板似乎早就猜到了她的想法 还没等她开口就掀直了纸墙上的照片 这是老板妻子的意向 她也是老板送走的第一个使者 也是从那个时候老板开始进军这个行业 接着老板拿起一块和吞鱼子 说到这种美食也算是一体 人们总会问心无愧地享受着 另一种生物一体带来的饱腹感 但却无法接受与一体打交道的从业人员 这其中的矛盾似乎谁也说不清楚 听到这一番话 小林最终把辞职的话淹了下去 即使前方看不见一丝光亮 她也会在这条路上继续摸索下去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 小林已经可以独自进行入恋的工作 她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使者 在见证了如此多的悲欢离合之后 小林的心态也逐渐发生了转变 她也不会在对柔市感到了心 这天晚上几个人在公司大口吃着新鲜的鸡腿 期间小林还演奏起大提琴 此刻她的琴声中带着些许的凄凉 她不仅是在为生命演奏 也是在为自己演奏 以后的日子里 小林安心做起了入恋师的工作 她那不及不造的手法 像极了弹奏大提琴师的模样 其实入恋就如同拉提琴一样 擦拭身体也就是在不动琴弦 不仅需要注入自己的感情动作也要丝滑细腻 她见证了人们在最后一刻的释怀 见证了极度的悲伤在最后也能转为微笑 在这片无数生命默默生长的天地间 小林感受到了一幕幕的温情时刻 家属们都面带微笑的送别老人 让她在最后之际也是幸福的模样 还有于是长辞的一家之主 家属们一遍又一遍地感谢着她为家庭的操劳 生命的失去是一种常态 见多了生死也会明白生命的可贵 这天回到家后 小林惊喜地发现妻子回来了 原来妻子已经怀孕了 在见到了那么多的离别之后 她终于要迎来了新的生命 然而接下来妻子的一番话又让她犯了难 妻子还是要求她换一份工作 否则孩子出生之后就要面对冷眼 小林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就在这时老板打来一通电话 通知她前去操办一场入恋仪式 妻子见状刚想埋怨 结果却见丈夫一脸的严肃 原来施澡堂的老板娘去世了 小林与妻子抓紧收拾东西干到现场 看着眼前这位为了方便 接房操老半辈子的婆婆 小林像往常工作一样为她谨慎 随后帮她穿上手衣 又拿起一旁的黄色纱巾 小心地将其展开 随后轻轻地系在婆婆的脖子上 每一个手法都细腻温柔 一脸专注地进行着最后的告别 发小看着眼前有了全新生命的母亲流下了眼泪 身后的妻子更是在不经意间湿润了眼眶 在这里她第一次看到了丈夫工作时的模样 他们见证了一场送别试着的过程 原来入恋师并不是一份晦气的工作 反而是一种美 一种对生命敬畏的人性之美 生命中有一天会消亡 但能够体面地离开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在殡仪馆中小林又遇见了那个熟悉的老人 原来她就是这里负责火化的员工 在将试着的尸体送进火化炉后 发小急切地赶来想要见母亲最后一面 但老人却拒绝了她的要求 在这里待了这么久 她不禁感慨道 其实死亡就像是一道门 她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 而是通过这扇门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而老人作为看门人为很多人打开了这扇门 每一次她都会对试着进行送别 因为她知道他们终将会在另一个房间再见 说着老人竟然哽咽了起来 在终生的提醒下 她依依不舍地按下了启动开关 只一秒炉那瞬间燃起熊熊烈火 以往的尘世云烟都会随着火焰化成一对白骨 葬礼之后小林与妻子来到河边 她捡起一块石头送给妻子 两人已经和好如初 妻子也不再要求小林辞职 很快樱花漫天的春天来临 小林会用情深安抚着妻子独钟的新生命 就在一切事情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时 妻子突然收到一封来信 原来小林的父亲在他乡去世 人们从她的遗物中找到了这里的地址 希望亲属能够过去认灵并处理遗体 小林得知后心中很是悲愤 为什么三十年过去了才想着认亲 她想让那个曾经与父亲私奔的女人去处理 结果却得知父亲一直都是孤身一人 但她始终无法原谅父亲的背叛 然而架不住妻子的一再劝说 加上内心嫉妒的亲情思念 她还是找到老板接了辆车 老板得知情况之后 还送给她一张保留已久的棺果 就这样小林即时赶到父亲一直居住的小镇 在这里见到了父亲的遗体与一些遗物 看着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小林依旧会感到陌生 她还是想不起来父亲当初的模样 随后当地火葬场的工作人员来到屋中 看着他们粗暴地抬着父亲的遗体 小林当即愤怒地上前置之 试着不应该像被处理垃圾一样对待 每个人的最后一程都应该得到尊重 这时妻子体贴的认同说着 我的丈夫就是一名入恋师 就让他亲自为父亲完成入恋仪式吧 随后小林强忍着内心的痛苦 开始为父亲进行体面的入恋仪式 但她突然发现父亲的双手怎么也合不拢 等她白开之后 一颗石头从手中掉了下来 这就是当年自己与父亲交换的那块石头 原来父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 小林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 这些年心中的怨恨一瞬间消散 她会投望向妻子 妻子也只是默默一笑 世间所有的恩怨情仇 在生离死别面前全都不值一提 接下来小林开始为父亲刮胡子洗脸 她仔细地端向着父亲的脸庞 在不断地回想与拼凑中 那些模糊的记忆出渐变的清晰 或许父亲是一人来到这里打拼 或许是由自己的难处无法回头 但她一直记得那颗充满亲情的石头 一旁的妻子将这颗石头递了过来 此时的她已经湿了眼眶 因为自己的丈夫终于解开了心结 找回了那份都是已久的亲情 小林紧紧握住妻子的手 随后一起将石头放在了妻子隆起的腹部 让这份爱意尽性传递 一个生命失去 另一个生命即将诞生 这世间所有的一切 都只不过是一场 从生到死的循环 《入脸时事》由龙田杨二郎指导 本木雅红和广莫良子主演 上映于2008年的日本剧情电影 影片选择以平静的死亡作为切入点 没有撕心裂肺的哭泣 也没有生死离别的纠缠 但能让观众感悟到生命的不凡 死亡从某种角度上讲是一种力量 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每个人都或曾惧怕死亡 任何一个人的离去 都会对其他在世的人造成深刻的影响 我们惧怕死亡也极会谈及死亡 因为死亡通向未知 而未知也许意味着终结 但它何尝不是火化劳者所说的那样 死亡并不是终结 而是一段全新旅程的开始 而这段旅程的引路人正是如脸时 他们或许会被误解 会被讥讽 然而面对试者入恋是给予了最大的尊重 他们的动作优雅而俗目 永远都是那么的平静 宛如一场灵魂超脱的仪式 这场仪式让我们不再回避死亡 更知道珍惜试者生前的点点滴滴 一个真正合格的入恋时 能够摆脱沉时间的枷锁束缚 能够将死亡的恐惧置之度外 更能赋予试者一次重生的机会 人生大概就是死亡的过程 因为死亡生命才变得完整 但死亡绝不是生命的结束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迎来生命的终结 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努力好好活着 同时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 不要等到他们离去的那一刻才去后悔 另外要学会理解和宽容 正如小林所说的那样 把失去的人重新换回富裕永恒的美丽 这个过程平静且细致舒缓而温柔 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充满爱 爱贯穿了我们的人生丰富了这个过程 也唯有爱才能抵御岁月的漫长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是鲨鱼 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